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柔默有樣 人子兩撇 看似簡單 做人難 罐子双口一是一非 能说不做 能做不说 上对天子 下对百姓 人道管管相互他就听自然 上对天子 下对百姓 成功出过目的就是求幸啊 上对天子 下对百姓 人道管管相互他就听自然 上对天子 下对百姓 成功出过目的就是求幸啊 想做清官不困难 只要心中有争气 当官便需不平凡 民间几苦要承担 只要明是非分善了 百姓会喊一生好过 本县 本县今年年景不太好 大人不要嫌少 这就免了吧 要不再加一千两黄的 明天就给您送来 你可真有本事啊 这些钱你是用什么办法弄来的 下官怕是没有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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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也是个能通能容之人 下官就不给大人打迷 不瞒您说吧 这些钱呢 还是用了您的名分呢 这望京县呢 来来往往都是各地的人 这些年呢 我设卡子设路障 变着分的赚钱 说难听话 那就是车匪路罢 可我为谁匪为谁罢 这钱他一个字也没往我腰包里装 您的名分大 没想到咱俩竟成了相知了 不达不成交嘛 这些钱呢 真是太少了 明儿个我一车给送到 大人哪 有件事托付您 那些个路啊 桥的 您就别往心里去了 那我的前人呢 他就是靠着这个桥 发的财 别人的事就不说他了 就说你的 你从这桥上得了多少啊 这儿穷得很 别看望京县啊 靠着京城 小气着呢 我每天呢 就在他们身上搞个十两八两的 那你可发大了 我发什么财啊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我这个人呢 就好交个朋友 有钱都花在大家身上了 人死求超天 不如多交几个知心朋友乐一乐 你说得有道理 那我就收下了 请求呢 其余的 你赶快给我凑齐了 别耽误我上路 大人放心 下官去想想办法 我就告辞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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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瞧他那三不拉几的劲儿吧 还没见识呢 怎么比啊 这 这不明摆着的吗 我说你还不死心呢 我可告诉你啊 你啊 可别瞧不起我这拉车的 指不定哪天 我在王爷面前捡个大馅饼 也当一回钦差大人什么的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 到那个时候 让你去陪我五大郎 讨厌 就让你去 谁啊 讨厌 在这个时候敲门 谁啊 谁啊 是我 胡孟泽 胡大头 敦爷 胡大头 你说你叫胡大头不就完了吗 胡孟泽 敦爷 跟我来 干嘛 来来来来 上两条 来来来来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你你撒手 你撒手 你你给我撒手 我告诉你啊 你少给我套近我 对 敦爷 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就算了吧 就算了吧 算了吧 算了 你是为了对付潘大人 你连我也不放过 我算是看出来了 咱俩这么多年 算是白交了 敦爷 丁你的事 他 他 他确实不是我干的呀 你这话呀 偏偏傻傻脑的潘安还差不多 我混多少年了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打算呢 敦爷 你不看孙面看佛面是不是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算是给敦爷压压惊的 算你小子明白 好 看在王爷和义贵妃的面子上 这笔账就消了吧 敦爷确实有度量啊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 请敦爷帮帮忙了 什么事 昨天晚上 我给大人送了一笔银子 他还嫌不扣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胃口啊 请敦爷探探底 顺便在大人面前 多多美颜唧唧 看来夫人说得没错 大人现在开始改变作坊了 开始向前看了 不知道敦爷肯不肯帮这个忙啊 你成 只要大人肯收钱 这事好办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了 有敦爷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些党管的 后处还不受你啊 你给我好好收着啊 日后这都可是上公堂的证据 既然赃物可以当证据 你咋就不把他手压起来 这不是赃物 是贿赂 要不然他的命 必须还有其他的物证才行 杀了他很容易啊 可担当的责任也很大 杀责任 你忘了 你说过他 他背后 有衣柜飞成妖啊 你也有皇上做后盾 比他大 皇上 派我负责汤州窃案 并不是让我沿途伸张正义 如果没有啊非办不可的理由 别人就会给我扣一个抗旨的罪名 同时也可能会给皇上制造麻烦 这一点我确实没有考虑过 所以说我得小心谨慎啊 那我咋才能帮上你 这些天你很是累了 好好的休息休息吧 也 你也知道关心恶啊 真是新鲜 你为了救我 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我关心关心你也是应该的 应该的 我真高兴 你那个朋友现在他住在什么地方 刘步云 刘公子 对啊 你找他干啥 我觉得这个人哪很是仗义 又懂些武功 我是想请他帮助我 帮我破案 好 没问题 刘公子 刘公子 我这间茅屋虽然简陋 可也有些风骨 容不下那些贪官污吏 幸好我不是你说的那种官吏 难道你真的不是吗 当然不是 倘若真的不是 为什么不在大堂之上 斩了胡打头那个狗官呢 很多人在场 虽然人正俱全 可苦物正 怎么当堂问斩 请进 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吗 公子果然快人快语 有什么事情您就直说吧 公子三番两次替百姓打报无凭 足见是狭义中人 所以请公子助我一臂之力 早日把户打透 神志于法 只要大人真的有心乘奸除恶 刘某义不容辞 在下攀安 替旺京县百姓感谢公子仗义 岂敢 不知大人要我做什么事呢 明察 按法 掌握罪证 这个不长眼睛的攀安 居然不识好歹 连本宫的表哥也敢碰 贵妃娘娘 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县令啊 你放心吧 快回去 我一定会请皇上做主的 谢贵妃娘娘 属下这就赶回旺京 快去吧 喳 刘安办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据探子来报 那个潘安在旺京县管起闲事来了 他不好好办案管什么闲事啊 据说旺京县桥梁断裂造成不少死伤 以致民怨沸腾 那个旺京县令胡孟泽涉嫌贪污 潘安在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要查个水落石出 嗯 皇上 您觉得该不该叫她接着查下去啊 哎 这是平息民怨嘛 当然得查下去了 可是 依贵妃呢 请皇上为臣妾做主 请来说话 皇上 要是不答应 臣妾就规定不起 好好好 朕答应你 平身吧 谢皇上 说 到底怎么了 皇上 臣妾的表哥胡孟泽 就要成为上方宝剑下的无辜冤魂了 你是说潘安要斩胡孟泽 皇上 胡家一脉单纯 就只剩下这点香火 再说他是臣妾与皇上的大媚人 对臣妾有恩 还请皇上饶他一命吧 胡孟泽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这个潘安 非要杀他不可呢 皇上 这可能全是我的错 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辰了 他为了让我高兴 每年都以虎丸金宝当作贺礼 这次可能就因为这个得罪了地方人士 朕想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砍了他的头吧 可能他因为破不了汤州的案子 所以心存报复 无论如何还是请皇上下旨吧 否则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王爷到 臣一封拜见皇上贵妃娘娘 请王爷为胡孟泽求个请 胡孟泽犯了什么错 他犯在潘安手上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哦 贵妃娘娘 依臣所见 潘安是皇上刚刚任命的了 且上任不久 虽然不懂得为官之道 却也没犯什么大错 关于胡孟泽这个案子 你得容皇上好好想想 皇上 皇上 朕 朕知道了 胡孟泽是朕和你的大媒人 当然 朕不会让他轻易掉脑袋 谢皇上 朕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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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一个木匠口中得知 当初承办大桥的商人 根本他就没有驻桥的经验 可能是内神通外鬼 胡乱找个人头顶替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住什么地方吗 这个人叫田阿蜀 目前就住在县城里 听说他和胡大头有亲戚关系 是现在望京城中 最大的建筑商人 公子 麻烦你好好查一查 田阿蜀的底细 不过要小心谨慎 免得打草惊蛇 对啊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胡大头就会杀人灭口啊 大人请放心 不允自有分寸 能不能踩住这条老鼠尾巴 就全靠你了 嗯 皇上 奴才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知行不行得通 说说看 奴才以为 这潘安虽不知变通 却也不敢自以而为 那胡孟泽一定是触及刑法 潘安才一定查办 皇上若想网开一面的话 或许可以下旨 让潘安将胡孟泽押回刑部 这样一来 可以保了胡孟泽的命 也可以一睹天下悠悠之口啊 嗯 好像倒是个办法 李兄 这么着 你去办这件差事 马上赶到汪宁县传达朕的旨意 农才遵旨 拜见大人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见周姨贵妃了吗 见到了 她是怎么交代的 贵妃娘娘让大人放心 她会请皇上替大人做主的 好 有姨贵妃这句话 我就可以少花一笔冤枉钱 从此高枕无忧了 对了 大人 这几天的潘安有什么动静吗 小盾子说她整天游山玩水 等着我给她送银子呢 她会不会是装腔作势 暗中搜集证据呢 本来我也很担心 会出现什么蛛丝马迹 可是现在我不怕她了 除非她这个钦差大臣 连皇上的话也敢不听 大人还是小心一点最为谨慎 放心吧 小盾子是我的眼线 只要把她给伺候好了 胖安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手心里 我真的好 老板娘 叫小红快点啊 来了 来了 这就来了 来了 来了 这好你过来 老板娘 敦爷呀 今儿怎么来这么早 慢走啊 二伯娘 反正也闲的话 干脆早点来找桂花 今儿可不行 来迟了 怎么 他又出局了 是啊 不过呀 今儿的局就在楼上 谁怎么不长眼 敢跟大爷抢桂花 海田大爷 田阿蜀 我不管他什么舍下蜀的 我告诉你啊 你想个办法 赶快把桂花弄到我房里来 敦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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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大爷花了 花了五十两银子包下来了 啊 五十两 是啊 敢跟大爷比过 我非会会他不可 敦爷 敦爷 来来来 把这杯喝了 你把这杯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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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不行了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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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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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滚开 敦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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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火把姐 敦实 走 跟我回去 干什么 干什么 敦什么 敦人 敦爷 你是这么东西啊 敦人 你 你别在这儿搅局 你给我出去 你别动 敦爷 大家都是来 complexion做乐 何一顿干活 走吧 走吧 我告诉你啊 桂花今天我是要定了 谁全我都没有 我今儿个倒是想看看 你怎么从大爷手中 把桂花给我抢走 别打了 别打了 太嚣张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上 给我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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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也太过分了 非要打死他不可吗 别打了 臭婊子 你敢当着我的面 维护这个小打种呢 怎么样 笨姑娘 别打了 别打了 你换得着吗 我倒要让你看看 我今天怎么教训她 给我打 别打了 别打了 给我打 打 滚 你也真是的 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 何必这么冲动的去惹事呢 还不是因为你啊 你以为我喜欢过这种声张熟味 逢迎嬉笑的日子吗 你如果真的喜欢我 不愿意看到我陪人家笑 为什么不替我赎身呢 你以为我不想啊 那我也得凑够了钱 再帮你赎身吧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你不必瞧我 就当我不存在好了 我刚想起来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只要是男人 谁不喜欢温柔呢 没想到 咱们还是抽味相投啊 桂花 刚才那个是何来历 怎么会如此嚣张啊 这个天阿蜀 凭着和胡大头的关系 一向嚣张到处欺负人 明天啊 我就去找胡大头 让他还我公道 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他们两个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人 怎么会替你出气呢 笑话 不知道吧 现在呢 胡大头是想让我替他 在青苔大人面前说他的好话 所以他不敢不听我的 你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这些年来他们一直狼狈为奸 田阿蜀不见得会怕胡大头 桂花 你对他们的勾当很了解吗 别人不知道田阿蜀的底细 我可清楚得很 他本来是个卖豆腐的 哪里懂得什么造桥铺路啊 要不是胡大头为了找人头充数 他还不是穷光蛋一个啊 什么 田阿蜀过去是卖豆腐的 不错 倘若可以证实田阿蜀的身份 这一次胡大头就再见难逃了 这还不容易 让小敦子去说服桂花 出面和田阿蜀当堂对峙啊 南花 你思考问题总是顾前不顾后 你说什么呢 难道我又说错了 你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密谈了 废话 我当然知道了 不就是怕小敦子揍漏风声吗 对啊 既然小敦子和胡大头私下有勾当 怎么会眼看那财神爷回归西天呢 这个田阿蜀不是打了他吗 对 为了报复他肯定咬他一口 这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种 干嘛要和财神爷做对呢 大人是不是另有对策 其实我也准备利用桂花和田阿蜀的矛盾 不过得不动声色的 让他们狗咬狗才行 请大人明示 所谓一事不凡二主 这次还是得你出马 来 喝 刀上 刘秀 我能跟你交上朋友 那是我小敦子的福分 来 刘秀 我再敬你一杯 不不不 怎么 瞧不起我 不想交我这个朋友 这怎么会呢 我呀是求之不得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好 既然你认定我这个朋友 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吧 刘秀有话就执着嘛 我这个人很少交朋友 可我一旦认定他是我的朋友 我就绝不会让别人欺负他 刘叔说得对 这才交朋友呢 好 既然你也有同感 那我们就立刻走 去哪儿啊 去找天阿淑算账 我 我看算了吧 打都打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要不我让胡大头找他算账 这怎么可以呢 他当众羞辱你 让你丢了那么大的面子 以后混得多窝囊了 刘公子说得有道理 天阿淑一向仗势欺人 非得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杀一杀他的威风不可 这 你到底去不去呀 好 你们两个既然愿意帮我 找回这个面子 那我就奉陪到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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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大爷大事不好啊 哪儿了 桂花带着两个人打进来了 他们胆子也忒大了 敢在本大爷太岁头上动土 你们先针上 走 我看看去 大阿世纪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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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住手 你们不要命了 敢到我府上来闹事 不错 我什么都要 就是不要命 那你们想怎么样 替我兄弟套个公道 公道 你们要什么公道 至少要摆上几十桌酒席 作为赔偿 然后付一些医药费 押经费 公开道歉 你这个臭飙子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你这个卖豆腐的狗东西 本姑娘当青楼女子 至少当的心安理得 总比你昧着良心 赚那些肮脏钱来得强 你胡说什么 你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事 有哪一件是我桂花不知道的 好 既然你抖了我的底 今天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大胆 大人 你怎么来了 见了本官 胆敢不下跪行礼 你 你什么话 义次钦差 你真是钦 钦差大人 上方宝剑在此能假得了吗 不对 我虽然没读过多少书 可这上方宝剑是前朝的东西 咱们大清朝哪来的上方宝剑呢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人头落地的时候 我看你信不信 天下叔 你小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你不知道吧 连胡大头见了大人都得下跪 你小子居然敢出眼鼎庄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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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大人 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大人 饶命啊 大人 行动之前为什么不召回我一声 召回你干啥 好让你给胡大头通风报信呢 夫人怎么这么说呢 我 好了 你不必多做解释了 要不是估计你是王府的人 就凭你私下受贿这个罪名 至少得判你几天大捞 多谢大人法外食人 希望你痛改前非不要再犯 否则绝不轻饶 好 警尊大人教诲 大人 刘公子 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将田阿蜀藏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 不会遭别人暗算的 你办事我放心 现在田阿蜀已经到岸 那咱啥时候抓胡大头呢 我自有安排 大爷您请吧 吃 刘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胡大头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你等什么 大人 这恐怕是个误会吧 男人 在 把胡大头 押入大牢 是 刘大人 你不要太过分 等皇上圣旨到的时候 我看你敢对我怎么样 那你就等着瞧吧 押下去 是 那个 胡大人 胡大人 你们不必为难 我自个儿走 我胡某见识多了 可就是没尝过牢狱之苦 尝尝 这不也是一种见识吗 胡大人 这潘青柴只是个穷秀才 根本没什么背景 您不必怕他 他就是秀才 是不是 谁能跟大人您比呀 您可是皇亲国戚呀 谁说不是呢 是不是 就是 照这样下去 您说谁还想当清官呢 是不是 对呀 没错 你们不必替我操心 他动不了我的 是 是 他哪敢动您呢 大人 凭您的本事 还不把这个小钦差 当苍蝇给轰咯 是 我这个人哪 没有别的毛病 只一样 好玩 好 好 真好玩 玩的 玩的真好 玩的就是 玩的好 您是玩的高 您玩的真高活的人 钦差大人做陪 跟我玩玩 逗逗闷子 等皇上派人来的时候 他不还得乖乖地把我送出去 谁说不是呢 就是 一人都没错 说得对 大人 李公公都忘经线了 来得真快 他人哪 直接到牢房探监去了 把门开开 是 下官拜见公公 公公请坐 看茶 李公公您可来了 这次下官是孝敬不了您老人家了 就连孝敬仪贵妃娘娘那三万两银子 都被那个混账钦差给查封了呀 哎呀我的小祖宗 可千万别提 玉贵妃那三万两 老身这趟是专为清廉治政而来的 莫非皇上怪罪于我了 这点小事还用不着皇上操心呢 哎 你路疲劳口渴得很 公公慢用 慢用 哎 你的事 贵妃娘娘倒是一直惦记着呢 哎呦 这我就明白了 哎 可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驴脾气 他手里握着上方宝剑呢 他说砍了我就砍了我呀 李公公 您可得救救我呀 你放心 你的事 皇上给揽下来了 你不会有事的 有劳公公了 下官不知道李公公来此 有失愿赢 愿不愿赢的倒无所谓 只是觉着你的脾气倒不小 听说你把胡的头也给抓起来了 公里知道这事了 神上爷知道了吗 可有圣旨 老身这不是来的 这消息可真挺快的 潘啊潘的人 虽然你身为钦差 也不可以凭喜好办事啊 我手上有上方宝剑 心中有大律 雷迟甘月 雷迟甘月 我咋看你咋像胡杜蛋吃饺子 咋吃咋没数 告诉你潘安 这胡的头是义妃的表哥 那是皇亲国戚啊 旺京县官不大 可是个要害之地 皇上不能不给个可靠之人 你把皇上的可靠之人都给收拾了 你不是耗子走猫道 找死呢吗 李公公 您这次来是皇上新典 还是贵妃指派啊 问得还够仔细的 你看看我这骨头 像李秀吗 是不是你们的李公公啊 你就别问是谁了 反正皇上有这个意思 义妃也有这个意思 胡大头要重新处理 还要交行不负责 公公可有皇上的圣旨啊 跟我要圣旨啊 你看这上面这张脸 这全是圣旨 你看哪 你看见什么了吗 这耳朵叫顺风 听话听声 锣鼓听音 这是什么 这叫眼力劲 它能察言观色 否则就是有眼无辜 这叫鼻子 这叫鼻子 知道干什么的吗 你以为它只是闻味的 它的用处大着呢 它能闻出三六九等 闻得出高低贵贱 能闻得出山高水低 你知道这叫什么 有道是祸从口出 浮从蛇来 口里一条蛇 舌头没骨头 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让你活你就活得精精神神 让你死 你就死得无声无死 学生才数学浅 确实看不出您老人家 那张脸上的珊珊随随 我只有一条 您有圣旨 我就按圣旨办 您没圣旨 那我就按律法办了 你个盼犯真是鱼不可及 老生亲自启发你 你却跟我玩绕口令 告诉你 要圣旨我给你到圣旨 你盼犯不得动胡的头的一根毫毛 只要罪证确凿 杀他放他 要一律办事 不然要这上方宝剑有何用 上方宝剑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是谁 哎呀 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在下叫潘安 潘金莲的潘 安史之乱的安 作乱之名 还这儿炫耀 这些年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生瓜蛋子 你等着 我就给你拿到圣旨来 不过随便乱杀皇亲国戚 你就不怕有比大律更硬的东西 更硬 比大律还硬 没听说过 你就没想过自己也会掉脑袋 下官只知大律 自己的脑袋并不重要 看来 你连皇上的话都敢不听 除非见到圣旨 否则判案 将按大清律法办案 小宽子 你快马起程赶回京里去 将胡的头这事儿亲自告诉皇上 让皇上速速扳下圣旨 好解救胡的头 是 快点 我知道你心里头很焦急 只是不知道如何发落胡大头 胡大头已经是该杀之罪了 杀一敬拜足以为借户 现在像她这样的贪官昏官太多了 可她偏偏又是啊 皇亲国戚 李公公一来啊 这个问题可就复杂了 不可贸然杀之 对 对 得请示皇上 请示皇上 那就晚了 是 那咋办的你说 我没主意 李公公告诉我说 皇上要将胡大头交由刑部审理 我看啊 根本就是要放他一马 这皇上想护着他 如果你杀了他 就会惹来杀神之祸吧 我判案命不足惜 可这胡大头是非杀不可 你这么做等于是抗之不尊吧 咱看看民意如何 民意 对 圣上圣明是非 他清楚啊 对啊 可是皇上他偏听偏信呢 怎么 相信皇上 他会明白我的为民除害之心 你 你又春的情容 他像那夏日的微风 各自芬芳各自粥 让我难舍难寄 你又春的情容 他像那夏日的微风 各自芬芳各自粥 让我难分情重 春景容 春景容 似水悠悠 夏日与风 热情如火 给你太多 一方面 让我翻标 给他抬手 我心愧疚 如果两个你可以画一颗 你就不必心痛 如果两个你可以画一颗 他也不必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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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淚 都是多久的爱 给你太多 让我烦忧 给他太少 我心愧疚 如果两个你可以坏个 你就不必心痛 如果两个你可以坏个 他也不必流淚 当人也要 Insert 回散 都是多久的不 我会不会 你是挺确的 朱 Sel诚 retrieve 时代的役器